这个人真是妙 也不知道他哪年生 也不知道他哪年生 没有任何记载 但他却有自己的一座山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到的 最直接的就是根据他的诗歌 来进行一个考试 他的诗歌就是最通俗 大白话 然后那里记载的一些诸诗马记 甚至连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我们也不能百分百的知道 所以有些日本的学者就主张没有 但是总是有谁写的这个诗 太神秘了 不知何许人也 都说他这个贫人 什么疯狂之士 穷人疯狂之士 隐居天胎 然后呢这个好为寒言 然后呢到国庆寺有石德 这个石德呢在这个食堂啊 给他点残渣剩饭 放在竹筒里 寒山如果来呢 就抱着这个竹筒就走拉 背着竹筒 或者就在长廊慢慢徐行 教唤 教唤快活 独言独笑 这个僧啊 那当时这个僧人呢 就是捉他 骂他 打他 然后呢他就助力在那扶掌 哈哈大笑 就是有一种 癫狂的感觉 癫狂 后来这个 美国嘛 就是他们 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么一个形象 对 就是加里斯内德当时讲嘛 他 他为什么会对寒山是感兴趣 他看了一个日本的那个展览 那个日本的展览 那个画的寒山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那个山顶上 然后披头扇发 仰天长笑 在风中狂笑的 对 然后 他说我当时就震惊了 这个好啊 就刚好契合了 他当时的那种心境 不激 然后又站在山顶 很自然 就你看加里斯内德 后来不就 都是隐居的吗 嗯 他就是跟那个 写那个小说的那个 凯鲁雅克 凯鲁雅克嘛 在路上 在路上 对 是好朋友 对 是不是他在小说里 就把斯内德塑造成一个 有点像 寒山这样的形象 然后他那个小说里面的前沿 那个封面的小叫 限改寒山 不光美国了 好像整个西方吧 对 欧美 欧美 就是说 寒山比咱们的李白杜甫 那有名多 很有名 但是在他的本国呢 好像 寒山咱们感觉是一个 边缘性的 没怎么听说过的 是的 他当时成了西皮式运动的 这个偶像 对 这是不是中西方之间的 一种误毒呢 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是误毒 是肯定是误毒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但是你说 寒山身上没有这样的 一点点的一种印记呢 也是不可能的 人籍的 你看寒山 有没有这个 反叛的一面 那当然也有 他就隐居独立了嘛 住在这里面 你从里面往外面看 这个世界真的跟我没关系 只有天地 对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只有看到天地嘛 对 你说他 他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不满呢 那肯定也有 那否则没有必要躲到这个里面来了 他的精神 可能跟西皮式那个精神 是有差异的 但西皮式那个精神 是跟他受到他启发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差异在哪呢 他的这种立足点不一样 就是寒山作为 如果我们说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中国传统文人的话 那么传统文人那种 心怀天下的这种情节 还是在的 他这个诗里面也有很多 这个优国优民的 对 有类似的这个诗歌 而且他还反映民间疾苦的 一些部分嘛 这点呢 可能跟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西皮式 所谓的反主流文化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这个西方六十年代 他这个青年运动啊 他那个时候 留着长头发 对吧 像是搭上一个什么 灰狗巴士 对吧 就横穿美国东西部 然后就是流浪 也是有了上顿 没下顿的 对吧 能到哪儿喝 弄杯啤酒 就弄杯啤酒 就过着流浪者的 那个生活 像凯罗亚克写的 就叫达摩流浪者嘛 对 达摩流浪者 就披头士的那个乐队 约翰列农他们 就是跑到印度 跟着一个所谓心灵导师 对 然后也是披头散发的 就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里面有很可贵的 一种东西 他们对美国当时 那种中产阶级的 那种父母约定俗成的 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照咱们今天讲 也算是一种 较为单一的成功的 那个成功学 对吧 他们厌弃这些东西 但厌弃是为什么呢 厌弃你就得问 活着为了什么嘛 其实也是为了说 生命 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 到底怎么算没白活 对 体验人生 就人生是不是 还有一些别的 你教文学界呢 是一直把这个 当做一个课题研究的 就是寒山热 我有感觉呢 这是一个 曾经认真的生活过的人 他到所谓到了 天台山这个地方呢 他又娶妻生子 对 还成过家呢 后来也是这个 还成家的这个 妻子和儿子死了 对 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变成 一个人在这流浪 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对 就是我们现在 一般的说法 大概就是这个 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我刚才觉得 您那个 那句话讲的特别好 就曾经很真诚的生活过 很认真的生活过 对 然后突然发现 这么认真生活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他没有必要一定是儒家的 也没必要一定是 他吸引西方人的地方呢 恰恰是他不是很儒家的 对 但也不是很纯粹道家的 或者是佛教 佛教的 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诗人的传统 大部分的 还是在儒家的这条线上 你从韩裔啊 一直到苏东坡啊 这条解释 所以他这个 很满足西方汉学家 我倒觉得啊 当时可能很多的这个美国人 倒真的把他看成和尚 美国西批市 对他有一个解读 但是呢 这个解读呢 又跟这个韩山 在咱们中国的传说呀 好像完全是两种气氛 咱们是和 双喜临门 就是和和尔仙 代表圆满 美满 对吧 这个这个夫妻兄弟家庭 美满和和尔仙 是这个吉祥如意 对 似乎跟那个 完全不一样 这诗歌当中说 一个孤独的 癫狂的 这样的一个高导者 一个叛逆者 禅宗在那个时候 特别的流行 对 不用面对世俗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工作 不需要那么累 对不需要活得这么累 也许他可 他可能也许接受 生活上的贫乏 但他的心灵 跟他的肉体 是轻松的 那个印度 有苦行僧 苦行僧 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 我一定要这么做 对 但是对韩山来讲 他导的 可能不是这样 你比较好 像这句十八 很好的 一祝韩山万事修 更无杂念在心头 我追求的是 精神上的一种自由 精神上的一种超越 追求一个更嗨的东西 这嗨就是高嘛 就是嗨嘛 这种奇人呢 他让我想起那个 古希腊有个哲学家 那个叫蒂欧根尼 就那个住在木桶里 那个人 还叫犬儒学派嘛 他们就是 就是这个 强调人呢 就是过最基本的 就是你是个动物 你有饭吃 你睡在木桶里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整天走到大街上 拿着镜子 就要找一个诚实的人 那个亚历山大 跑到他那儿 就是想见见他 这大折呀 说我是亚历山大 这个蒂欧根尼 在桶里说 走开 你挡了我的阳光 对对对 他就不在这种 物质享受里 他觉得这个快感 比较low 那么他也 我觉得他不是受苦 从他的诗里讲 他歌颂的似乎 是某种快乐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英国作家 毛姆嘛 他不是写过 《月亮与六遍事》吗 他里面那个 主角的原型 就是法国 后印象派的画家 保罗高庚 高庚 那他不也是 原来他是一个 伦敦的证券经纪人 对 他的家庭很好 老婆小孩 很美满 突然有一天 他就要去画画了 就抛开 抛弃一切 后来最后 可以说是在塔西提讨 或者说 他心中的这么一个 地方 这个洞里面 他找到了自己 那他就是突然一瞬间 就我就很疑惑 就是我当时读的时候 我不能理解 但是当我比如说 知道了比如说 这个寒山的事情 再比如说我们了解 那个红衣法师 顿入佛门 就我发现有这么多人 他有这个共性 红衣法师 归一 是有很多解释的 红衣法师这种 给我们那个感受 就是说 他人间红尘 都已经看完了 都已经看穿了 所以他到了那个境界了 对不对 所以比 但是 寒山好像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我一直想的 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说 其实普通人身上的 一个痛苦 才是最大的痛苦 因为普通人你看 他不能像 红衣法师那样 他有那么高的境界 那么高的 那么好的知识 他立马就 就就就放下之后 他就他就成为 一代宗师了 你大多数说 你做不到啊 可是你在这个 城市当中 你也很苦啊 但是你看 即便是苦 必得活着的时候 你还是对苦 必得去活着 因为你得活着 对啊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很苦 但我们还是 必须坚持苦下去 那么有没有 解决的方案 有没有出入 也就是说 我这种心灵 如果不是境界 特别高的话 我能不能 转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呢 转心